没有错误到 只有意想不到 充满奇幻色彩的科普之旅 即将后眩来袭 讲科学不会先来后到 学知识让你意想不到 塑料袋变火箭 金属有眼睛 护照器 还得真是显套 天呐 太神奇了 全程现场实验 幽默互动 区域队探索 江西卫视 全新青少年科普节目 真是想不到 六月十一日起 每晚六点 即将奇幻开播 讲科学不会先来后到 学知识让你意想到 想不到 哈喽大家好 我是黄胜 欢迎收看由江西卫视 和中国科学技术馆 江西省科学技术协会 联合制作的科普节目 真是想不到 为什么我们的宇航员 去外太空要穿上宇航服呢 如果不穿又会怎么样 如果不穿又会怎么样 你们知道吗 我来告诉你们 其实我也不知道 为了解决大家的这个疑惑 我们今天就要有请出 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 来自中国科学技术馆的辅导员 胡杨老师 来为我们一探究竟 有请欢老师 好 亲爱的各位现场的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胡杨 我是你们的超人哥哥 在科学的世界里 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今天就让我把你的想象 变成现实 我们都知道 地球是有空气存在的 那么也就是说 是有大气压力存在的 那么大气压力是什么呢 我们生活的地球表面 是有一层厚厚的 由空气组成的大气层 那么在大气层当中的 所有的物体 包括你们和我 都在受着 由空气分子撞击产生的力 那么这个力呢 就是大气压力了 回到刚才我们的问题 如果宇航员 在太空当中 不穿宇航服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会不会爆炸呀 同学们你们说会不会 我们同学们还挺聪明的 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人的身体里边 是有空气的 那么也就是说 体内是有大气压力的 那么身体内的大气压力 相对于太空当中的气压呢 肯定是远大于 太空当中的气压 但是这种气压差 不足以让我们的身体 发生爆炸 不过呢 人的身体啊 会出现水肿的情况 也有同学们会提出 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在地球上 感受不到 大气压力的存在呢 简单来说 我们都知道 身体内有气压 体外有气压 体内的气压 和体外的气压 相互抵消 所以呢 我们就感受不到 大气压力的存在了 但是呢 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 科学实验 来证明 大气压力的存在 早在1654年的时候 那么在德国 马德堡市 当时的马德堡市的市长啊 那么他就通过 马德堡半球实验 向世人证明了 大气压力的存在 以及大气压力的力量 是非常大的 下面的时间里边 我们将在这里 来再一次 做一下 这个经典的科学实验 好了 那么先介绍一下 我们的实验道具 那么在我手中的 这两个金属半球呢 就是马德堡半球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我呢 先尝试着 把半球 对接在一起 然后呢 我自己尝试 把它拉开 很轻松 我就拉开了 那么旁边这个装置呢 是一个用于 抽取空气的真空泵 一会儿呢 我会将这个真空泵 和马德堡半球 相连接 那么有请我的两位工作人员 来帮助我一下 下面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要抽取 半球内的空气 好 请您打开开关 好 可以关闭了 那现在呢 我们看到的 半球的内部呢 空气已经被抽空了 我们可以理解为 里边呢 是真空的状态 下面啊 我先来给大家 演示一下 胡老师啊 平时是非常喜欢体育锻炼的 那么自认为 我的力量还可以 但是我肯定是拉不开了 好了 那么接下来 就是到了我们的互动环节了 我需要邀请现场的六位同学 上台来帮我个忙 看看你们能不能 把他给拉开 有请我们的同学们 同学们 帮我倒数三个数好吗 三二一 开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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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惯色彩的科普之旅 即将后眩来袭 讲科学不会先来后到 学知识让你意想不到 塑料袋变火箭 金属有眼睛 护头戏 还得真不显套 天呐 太神奇了 全程现场实验 幽默互动 区域探索 江西卫视 全新青少年科普节目 真是想不到 六月十一日起 每晚六点 即将奇幻开播 那么在生活当中 我们还可以利用一些 非常简单的实验道具 做一些 也与大气压力有关的 科学小实验 首先还是介绍一下 我今天用到的 科学小实验的道具 第一个道具 很简单 这是什么东西 一个普通的玻璃杯 水杯 第二个道具 这是什么 一张普通的硬质卡片 如果把这张硬质卡片 把它盖到杯子上边 那么像这样 摁住 把杯子倒过来 这个时候我松手的话 卡片会怎么样 会掉下来了 好 那么下面呢 我需要先给这个杯子里边 去装一些水 然后 还是这张卡片 盖到杯子上 用手摁住卡片 慢慢地将杯子倒过来 好吧 问题来了 如果这个时候 我将拖住卡片的手 拿开的话 杯子里边的水 会怎么样 同意漏水的同学 请举手 好 同意 不会漏水的同学 请举手 还是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学院的结果 请同学们帮我倒数三个数 3 2 1 好 我们的答案是 水没有漏出来 卡片也没有掉下来 这还没有完 如果我将倒着的杯子 把它慢慢地倾斜过来 像这样 侧着的杯子 移开手的话 水会不会洒 肯定会洒吧 对不对 好 那么还是同学们帮我倒数三个数 3 2 1 侧着的杯子水洒了吗 没有 好了 我们看到两次水都没有洒 有没有聪明的同学 猜到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没错 跟这个空气的大气压力是有关系的 那么刚才的这个实验呢 肯定是有大气压力在帮忙 那么当我把杯子垂直倒过来的时候呢 刚才其实我也听到了 有台下的同学说 杯子里边有水 除了有水还有什么呀 空气 上面还有一小部分空气 我们可以理解为 杯子里边的空气是少的 那么同时呢 杯子里边的水 把杯子里边的空气阻隔了 那么里边的空气少 也就意味着 里边的大气压力会怎么样 就小了一些 那么相对于外边的空气 那么多 大气压力就要大一些 也就是当我松开手的时候 是外边的空气 大气压力拖住了卡片 从而呢 让杯子里边的水 不会流出来 卡片呢 也就不会掉出来 那么侧着的杯子 为什么松开手 卡片也不会掉下来 水不会流出来呢 其实呀 侧着的杯子 跟大气压力的方向 是有关系的 大家猜一猜 大气压力的方向 是哪个方向的 上边 下边 左边 右边 前边 是来自于各个方向 四面八方的 第二个实验道具 这是什么东西啊 一个普通的瓶子 那么现在是空的 那么下面我要做的事情呢 是要给里边装水 OK 装满水 好了 那么接下来 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看似普通的瓶子 但其实它却不普通 它的不普通之处 就在于 注意了 好 我听到了 有同学说 下边有洞 有孔 是不是啊 所以拧开瓶盖 水就流出来了 那为什么拧伤瓶盖 它就不流了呀 好 继续我们的实验 还没有完 这一次啊 我可以不拧开瓶盖 也让水流出来 同学们信不信 我同时需要我们现场同学 帮一个忙 我一会儿会说 水 那么如果大家想让它出 就说出 如果想让它停 就说停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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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问题来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回答正确 在我的大拇指的位置 其实是有一个小孔的 我事先扎好的 那么当我一开手 露出小孔的时候 水会流出来 堵住小孔的时候 水还会流吗 不会 不会流了 对 那么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小孔 它的作用 和我们这个瓶盖的作用 是一样的 那么当拧开瓶盖 或者说松开小孔的时候 内外空气流通 当然了 水也就流出来了 当堵住小孔 或者拧紧瓶盖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那么我们知道 内外空气是不流通的 那么瓶子里边 是有空气的 但是对于外边的空气来说呢 里边就要小一些 那么外边的空气呢 通过小孔 拖住了里边的水 从而让里边的水 不会流出来了 空气看得见吗 看不见 摸得着吗 我不能 有颜色吗 没有 有味道吗 没有 但是空气有没有力量 有 空气是有力量的 它保护和帮助着我们 所以我们更应该 利用空气的这种力量 为人类造福 哇 谢谢 谢谢黄老师的精彩 要讲 太感谢您了 哎呀 哎 松不开了 哎 这什么 大西亚历吗 好的 谢谢大家 再次感谢黄老师 也感谢我们的同学们 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江西省科学帮你画重点 真是想不到 一 六个小孩也不能拉开马德宝半球 真是想不到 二 大气压力的方向是四面八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